剛剛兩位主席都說了很多 不過柯主席有講到一段話 登革熱絕對不是一個好政績 但是你忘了多少人 我可以提醒 那位主席在當市長的時候 登革熱死了112人 每個生命都是滿最傷痛的一件事 所以不想再提了 那你說每個格在比政績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台湾市社會自宅领 公投也沒有 還有好多沒有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在做這個比較的時候 都會站在每一個人立場 去看待一件事情 何友宜是一個警察出身的 只知道兩件事 對人比較好人 對判人比較好人 對事不對人 我就是這個態度 我沒有什麼藍綠白 什麼都沒有 警察就是行政總理 好怕拼 我從這一輩子 躲到61歲出來參選 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標 是希望台灣能夠團結 台灣如果沒有團結 你面對外面 那都會說的 人家要把你責串 台灣不管哪一棟 你有一些想法理念 我們不反對 當然是台灣最重要的團結 台灣絕對不能用抹黑 抹紅 惡裕的栽贈 這是我想不可以農業 事情是我的事情 你對我 不要對那個無垢 以及對家修 這是我想不申請的事情 今天我跟我想實在為 三個候選人 大家彼此可以競爭 但是記得對事 不要對人 尤其兩個都醫生 我家裡也有醫生 你們也都認識 醫生的職業 我非常的尊重 很多人考不上醫學系 好羨慕 我也好羨慕 但每一個人的工作 都不一樣 醫生 看人的生死 救人 這是你本來要做的事情 侯友宜做行事 每天爹穿 對中穿 槍林彈衣 或是穿黃彈衣 我的同學都生 當面死在我前面 隔一天 我們去送她的時候 國王母孤主在那裡靠 只有中華民國的國際 跟他靠 我也經常在想 我每天在相見 每天在開城 哪一天跪在那裡 會不會是我的太太 我的女兒 我的孩子 但是我把勇敢向前走 辦那一案 我從來不寄望 別人給我說一聲謝謝 這是我愛做的本分 就算他見到 我要說一聲謝謝 我告訴你 所以我辦過的案子 我記得那個過程 但是不需要人家說 啊 要給我感謝 就算他給我謝謝 我也記得而已 我也不愛說 因為這本來 就是我們愛做的本分 今天 我也要說得很清楚 我們台灣同胞 這幾十年來 你看到經濟的變化 我記得 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國民黨政府執政的時尊 說一句話 台灣籍贏 台灣可以變成高科技的支導 是得利於什麼 成功來發展辦逃遞 一直有李國庭 有孫運賢 還有後面有 當中沒有 不然我就變成今天的身材 所以經濟做好 是一個領導人 自己做的事 結果我們這幾年 剛才說要農業 要怎麼拚 要怎麼拚 你沒有經濟 跟他們倒三天 你是要怎麼拚 所以我們看看 經濟成長率 14年新低 只有1.12% 也是金融海峽以來 最低的紀錄 國外會公佈的景氣燈號 今年10個月裡面 有9個月是藍燈 是低迷的 不要在那裡說GDP多好 說半波低薪高通膨高房價 人民沒有享受到 真的經濟的成果 而且平衡差距越來越高 10年的痛苦只是10年新高 再幾天 就要連中講這個法 人力銀行 調查 今年各行各業 連中獎金 預估平均 只有1.08個月 也是10年新低 也是10年新低 所以很多的民調做出來說 民進黨對經濟的 市值滿意度高不高 一半以上都不滿意 市值不滿意都超過滿意度 20%以上 所以民進黨 人民給你打的經濟成績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 講出來民進黨的缺點 當然是民進黨的缺點 我們就必須面對這些錯誤上 我們要接受挑戰 第一個我們對外貿易 我們就知道我們台灣 是一個出國貿易導向的 依賴度很高的國家 我們的GDP大概有六成 結果我們對外的雙邊跟多邊的貿易協定 停止步驟 嚇不下去 完全嚇不下去 而且我們的國際空間要走出去 走不出去 國民黨政府起碼在兩岸還有簽個越法 還有跟新加坡紐西蘭簽FTA 兩岸我也知道 關係如果不好 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國際經貿的組織 一定會給你干擾 所以民進黨政府你也無能為力 你CPTPP RCEP 連越法都岌岌可危 那都沒辦法 這個對來的問題很嚴重 這嚴重就知道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人才 缺土地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去美國商會跟歐洲商會演講的時候 他們過來講 一定缺電能源政策 這一定有問題 如果人源政策有問題 他不投資了 他要對外投資 而且又要撈碳關係的 勢在轉型的必要 尤其我們台灣在轉型過程當中 市衛轉型跟低碳經濟 是現在所有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為軟化地球的速度能夠減緩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所以靜零碳排也是我們共同要做的 所以欧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確定2023年10月要做 我們現在10月要施行 我們2027年前面生效 我們現在面對的 水泥回了鋼鐵離電力 未來還有煉油玻璃還有造子 所以我們靜零碳排 很重要刻不容緩 所以我提出了要改變台灣經濟的三大關鍵 也是三之間 第一個 區域的經濟要趕快融入 第二個改善投資環境 第三個企業要壯心壯協 聽得我說企業經濟貿易 我在任內 會積極彩理全球經濟的整合 而且跟美國的協助 以及跟兩岸要穩定的協商溝通 讓我們有機會 在我任內完成CPTPP的接任 可以加進 同時要啟動RCEP 然後再只要貿易國的FTA 我們的覆蓋力要提升 推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相當要不是第一階段 相當要第二階段的台美租稅協議 台美租稅協議 一定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公開透明 要跟企業界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讓大家了解 讓大家也集齊 要跟兩岸談 一定要先考慮到台灣的租款 以及經濟的安全底下 呼應產業的需求 尤其在重新協商 越法的時候 不管是貨貿跟福貿 兩岸要一個制度性的貿易 協商的機制 確保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潛力 我沒有在台 台中在做生意 我也沒有貪貪 所以不要再給他掛 說這個就是 說統一的中國 紅色的中國 所以當然改善投資環境裡面 電最重要 我能源政策已經講過了 以利用事 以和減肥 然後節能優先 那用事轉型 水再生水 能夠多提供回來 多提供 然後獎勵他們 補助他們 水基的調度做好 企業的創新 想到財力研發 智慧製造 節能減碳 來做好 這樣把扣抵給提升 這樣補助他們 最後 今天 三個總管 有一個 針對五百十五經濟企業家 市值七兆 再處理 一調查出來 再處理產業跟經濟項目 合格配 各自候選人 我做得太好 最必看好 所以我今天 一定為了做總統 一定創造兩岸和平 要創造一個經濟內閣 讓我們台灣的富國神山 遍及前九 台灣經濟下棋輝